哈囉大家好 我是Gino 今天我想跟大家來介紹三個 改變生活的科技力量 第一個 大家一定聽過牧羊犬吧 但你聽過牧羊雞嗎 科技的進步呢 會取代掉很多人力 但沒有想到現在連狗粒都要被取代了 根據英國衛報的報導 現在英國和很多歐洲的國家 其實都開始用無人雞在牧羊了 很多農民跟我們一樣 一開始其實只是想要買無人雞 但沒有想到最後無人雞 你竟然可以研究出一套牧羊的方式 那我們就來看一個片段吧 這應該是在紐西蘭的一個 無人雞牧羊的影片 哇 紐西蘭真的好美 我記得魔戒是在這裡拍的 好多馬兒 出現了 就是這個超級小的那個白點 就是無人雞 他說他們會把牧羊犬的叫聲 就會錄下來 然後無人雞就會播放那個叫聲 他們就會以為 牧羊犬在追趕牠們 但實際上就是只有無人雞 哇 超級有用的耶 他們完全真的會被牠趕著走 好奇妙喔 好可愛 好多羊 其實真的很有效率耶 你看這樣就是 因為有這個無人雞 所以現在變成說 你不用這麼多的人力 然後你也不用花這麼多的時間 因為其實牧羊犬啊 牠雖然的確會追趕羊群 但是牠需要花費的時間 會比無人雞還要多 研究顯示是說 羊群面對無人雞 牠們會比較平靜 有一些比較緊張的羊 牠們面對牧羊群 其實會讓牠們變得比較焦慮 個性也會變得比較衝動一點 所以無人雞 除了可以減少牧羊的時間之外呢 也對羊群的情緒 有很大的幫助 我剛想到未來小朋友的床邊故事 就會從放羊的孩子 變成放羊的雞子 第二個 從玩手機就可以知道 你有沒有阿滋海莫症 自從有了智慧型手機之後呢 越來越多人的生活習慣 變得跟殭屍一樣 一有空就是沒有意義的花這手機 土兵跟大學聯合蘋果 一起針對人們使用手機的習慣 對113個老人做了一個研究 利用AI分析數據之後呢 就能判斷你有沒有阿滋海莫症 超強 阿滋海莫症呢 其實也就是俗稱的老人痴呆症 而且準確率呢高達80% 超級高 根據分析的結果顯示呢 患有認知障礙的人啊 不管是在操作速度上面 或者是可能打字啊 使用手機習慣 都會比一般人還要緩慢 而且呢還會無意識的進行 大量沒有意義的重複動作 怎麼辦 我覺得我好像有常常在做這件事情 很可怕 特別是在使用電話 郵件 訊息跟鬧鐘 這些工具的時候呢 會特別明顯 很可怕 最後呢 這113名老人之中 罹患有輕度認知障礙的人 總共有31人 對未來這樣的分析更加精確 其實對於未來 在阿滋海莫症上面的預防 跟及早發現都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但是不知道對於金魚腦有沒有幫助 就是 第三個 我的AR是拿來抓寶可夢 但是他們的AR是拿來救人的 AR呢 就是所謂的擴增實境 但是我們的AR是拿來玩遊戲的 以色列的醫生卻是拿來動手術的 XVision脊椎系統呢 是以色列的醫療公司所創造出來的 AR手術導航系統 透過頭戴式的顯示器耳機 XVision可以在醫生動手術的時候 彷彿獲得透視的能力 即使追蹤手術工具的位置 並重疊這個影像 在患者手術的影像上面 我們來看一下片段吧 好 不然光是用講的 大家可能想像不出來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樣子 好好奇喔 到底會看到什麼樣的東西 只需要差不多兩分鐘 戴上那個頭套之後呢 它就可以開始這個手術 欸 看起來跟一般的放大鏡沒有差太多啊 我來看一下 實際上使用會長什麼樣子呢 哇哇哇 這個太像那個吧 湯姆克魯斯的關鍵報告 電影裡面的那個畫面 喔 它可以直接立體浮在空中 太帥了吧 太扯了吧 就它不用去看到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它只要透過那個影像它就可以知道 所以真的就像偷飾演一樣 超強欸 以上的新聞呢 都是用科技來改變大家的生活 其實就很像我之前介紹的 Ecosia搜尋引擎一樣 其實也能轉化到現實生活中 你怎麼會知道有一天 你只是在搜尋引擎上面查東西 結果世界另一端 竟然有人在幫你種樹 然而 打針院校的學生們 二創新獎又來了 今年呢 要透過你們的金魚腦 不對 是金頭腦 利用數位科技來解決農業和醫療的問題 這些主題呢 等著你們來挑戰 可以贏獎金又可以贏挑戰 大家趕快組隊去吧 不過呢除了剛剛的新聞之外 現在我們要來問問農業跟醫療上面的專家 現在最迫切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呢 第一位我們要來找的是一位農業專家 他是中央研究院的賀端華院士 社會的變遷 農業也要變遷 那現在以台灣的社會來講 高齡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那農業一般人的感覺是需要很多農民在天裡面工作 其實不然 農業可以用各種新的科技 譬如說機械化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那除了機械化以外 還有很多資訊的互傳 這個農民需要知道天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新的科技必須要有這種資訊化的做法 那我們台灣水要擺在水庫裡面 我們的地很少 所以有幾個問題我們必須要考慮 第一呢 我們的單位面積產出來的農產品的價值 一定要相當高 所以如果說單位面積的價值要增加 就表示說我們產出的農產品的價值要高 這時候就需要新的科技 但是如果我們種出來的玉米 是營養價值特別高 或者香味特別好 或者味道特別甜 那這樣就贏了 這個農業的永續 跟社會上其他的永續發展的觀念是一樣的 人類的社會主年在改進 但是如果改進到一個程度 再過了20年或30年就沒有了 那這樣是沒有永續性的 如果投入太多了 產出太少了 就不是永續性 所以需要永續性的話 就是投入要越來越少 產出呢 不一定說要減少 但起碼要維持一定的量 那更好的是產出可以增加 那第二位我們要找的是一位醫學專家 他是台北榮總血液腫瘤科的陳三祺醫生 腫瘤治療從一開始的開刀 藥物治療 然後還到十幾年前開始有了標靶藥物治療 那近幾年呢 免疫治療 就是療效更好 甚至腫瘤可以完全消失在少數病人身上 那最近甚至有到細胞治療 或所謂的精準醫療 那可以讓癌症病人得到更多的治療 更個人化的治療 然後希望可以讓他們病人的癌症可以控制得更好 以前傳統就是說 肺癌就用肺癌的治療 肝癌用肝癌治療 那每個藥物都不一樣 可是未來精準治療 個人化醫療就是 我做同樣的分析 如果發現本來出現在肺癌基金突變 它出現在肝癌 那我就用肺癌這個藥物來治療肝癌 所以這個會讓每個人的治療方式更精準 更個人化 所以可以打破癌症類別的範圍限制 然後讓病人得到更好的療效 病人的 譬如說服務性質的APP 提醒他用藥 幫他記錄血壓心跳 血糖那些 比較偏向於 讓病人的醫療照顧品質更好的 那個就比較好發揮 對 而且可能會是比較年輕人 可以去嘗試的 對 或者像剛才講的AI 或者是大數據這樣 或者是遠端醫療 遠端監控 遠距醫療 遠距監控 因為現在像有APP這些東西 我可以有個Wi-Fi連上 那你甚至在遠端可以監控 老人家的呼吸心跳或血壓的狀況 那以上呢就是來自專家的分享 回答完大家的問題之後呢 希望參賽者可以有更多創新的想法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朋友 別忘記幫我按讚留言跟分享 也別忘記幫我訂閱跟按下小叮噹 我是經歷短暫 我是愛拍片 愛花花也喜歡唱歌的金與腦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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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